多謝Johannes,各位嘉賓,各位同學 很榮幸來到Main Library之前 中山建廣場旁邊 就和我們的學生做過交流 城中的葉劃有很多其中一個就是 covocation law 的問題 這條條例的中文叫做 廣心講高鐵 一條兩件條例子 它建基於把深圳灣的模式 調回應用 只不過不是香港本核的機構 執法機構是往外生 只不過這次是由它 內地的機構包括執法機構 ICQ, Immigration, Gronkine, Custom 這三部份主要進入香港 在九龍西這個高鐵站 引起很大的爭議 究竟這個做法會不會違反了我們的基本法 違反了我們建制的安排等等 就算這一刻我來之前 都是在立法會裏面開第六次的草案徒例 都是在討論這個原則性問題 我剛才就是出現六次的會議 我一直很耐心聽其他同事的那個發言 然後呢 我就第一次發言 相對就是我們這些立法新丁 好再這樣回來 就已經發言了六次了 即是很踴躍 我覺得這個一件好事 大家都是統領會多一點 大家會明白 究竟是不是有一個憲制的問題呢 剛才Johan也說了我們要走的三步走 給大家有一個更加好一點的perspective 就給大家看看幾個時序 大家看看 在2017年7月呢 首先我們特區政府和內地 就實施一地兩地的安排的框架內容 就兩地取得共識先 這個共識呢 就是政府的機構行為 要看到究竟我們這個模式是怎樣 要知道這個範圍在哪裏 跟著呢 然後在7月25日呢 行政會議就立場通過了這個 這個框架內容 應該好 好啦 我們容許內地的執法機構 和香港這個高鐵 做一地兩檢 又過完香港這個關口之後 直接呢 雖然連香港境內 但已經民同進入了內地的那個 執法的範圍 執法的本核權的範圍了 這個我們都容許 因為當時呢 就講出三步走這個科砍行政會議 也都通過了 那跟著呢 就大概三步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說 SAR 即是我們的特區 和這個內地呢 會達成一個合作的安排 更加具體的 把那個框架內容呢 細化了 那這個安排呢 要定了那個模式 好嗎 那這個第一步呢 如果是兩地能夠簽署了一個協定之後呢 第一步就會完成 那第二步呢 有這樣的合作安排呢 就會進入去這個叫做 叫做文化NPCSC常委 NPCSC就叫做 National People's Coverage Standing Committee 那這個是什麼呢 大家如果有基礎法認識的法律 大家更加會知道 就是 人大常委 一個決定對香港的法律呢 就算文化的票 有約束繩 那也都人大常委呢 是對基本法裡面 這個字 由最嚴 去到最後的附件 最拉尾那個 最後 都可以做一個適合 那這個就是NPCSC的那個 那個法定憲制的功能 它的地位 那第二步呢 就要由人大常委呢 是做一個決定 OK 你們兩個 下面的 行政 機構 定立了一個安排 一個妙妙 讓我發一次先 Scan through all the things 我決定給你了 那這個第二步就不通過了 那如果搞定了之後呢 才回去 這個要回到人大和特派 即是人大常委 就是人大常委 但是你真正 整個人大 就是剛才開完十三次會議 是二千九百八十名代表 那雖然說 這次通過很多那些改修憲 到二千九百七十的公票通過 沒有任何的意義 那你知道最終的權威 就來自於 權力來自於人大 但是最操縱方面來說 是誰會執筆 那之後呢 就是NPCSC 那第三步呢 就將會是 回到農林地裏面 去做國子的法 現在來到我們香港呢 我們在 2月12日開始成立了 一個草案的委員會之後 到現在 我們將會開十六個會議的環節 去到4月30日 所以我們的時間料已經定了 那現在什麼呢 我們沒有什麼呢 現在直接是 不是什麼 不是很短 而直接是 拼頭地去 要對這條條例的過費去檢定 那今天呢 剛剛我們開完 我第一次發言 那就是 原來大家還在這裡開了六次會議 做了一次公聽會 下次做了一個長的公聽會 看看民間對這條條例的看法 那其實是兩件事 第一就是 這就是變制方面的 示範的違法、改變 或者改變 這是第一點 很重要 第二就是 最多的那就是說 技術上 你叫做我們自己本身的自安排 是否實質不太多呢 所以我們現在 都未認真地 就進入去控現第二層的集資 有一個據在上方的地方 但是 We didn't know that through all these drafting 的時候 又回到這個問題 調回上去就說 是否違憲 我們基本法裡面有18條的品牌 如果內地化 如果適用於香港 要通過副衍生才行 如果不是的時候 可以怎樣做 我們那塊地這樣做 這樣年期有多多 做多少 這個技術上的問題 又回到他們說 這樣做又會不會違憲 為甚麼 我們巴克蘇斯以前 又出了一個 又說他違憲 那些稍後才會違憲 但是我已經被大家理解到 我們現在去到甚麼階段 我剛才說之前 用了大概三分鐘 是第一次發言 是回應憲制性的問題 我希望在這裡用一分鐘解決了它 介紹給大家聽完 大家會再問 我們知道整件事 我們是11月15日去年 立法會也已經通過一個 納約室的議案 是支持了特區政府 是會和外地簽訂這個安排回憶 過了之後 通過了納約 通過了二十幾個中途的條例 最後通過了 然後就18日去年12月15日 就兩地政府簽訂了這個安排 接著很快 這個安排是符合基本法的分針 一個人是 這個亦都符合了整個憲法 這個是權威公首的NPCS 所以為何我們今天還經過 會議會議還討論到憲制問題 因為NPCS的決定 對我們通過一個P 都有binding effect 我們沒有正如空間 決定了一層定一層 如果現在我們包裏面看 說有種的東西 好像把我們擁有的 用左邊的裏面 with due respect they have no position legal status to overrule what has already constitutionally concluded maybe for forgive maybe needs any harm 第二 even for the final kill is to be bound by the position of the NPCS as advocates friends of the court 你不是聽過的平台 都是說什麼 court proceeding upend by traditional review the overall rule 的決定 對不起 我不會看到有用 more than even 0.0000001% the chance of success 第三 我沒有尊敬 我們巴 是香港的政經 對我們香港內部 內部的法律來說 是很道理 但很忘記 這是HCR 當我們談到憲制問題的時候 有兩個同分手 兩個不同的環節 這個國家層的憲政 究竟我們是不是有一個expert who is qualified to advise on or comment on PROC constitution no law 如果沒有的話 不是 這個opinion 我就解釋給大家聽 我們不要再在憲制方法 的口誓 因為這個是沒有意義 因為那件事已經高峰了 我們需要再重新去做 唯一 如果你不喜歡NPCS 你以為它違憲的話 你可以express the opinion 但是你要把香港36個 我們的National Deputy 就是我們的人大代表 又是做到Motion 例如在那個人大裏面 下次會議就是第二次會議 十三個是第二次會議 那裡共議推翻PCSC 在2017年20月27日 所作出的決定和說明 仿則我們就要硬緊 right or wrong way 那我就解釋了 多謝 謝謝